在以前传统的观念当中 老一辈的人就是要我们立大志 做大官成大事 但是随着时代跟环境的改变 现在人人都想赚大钱发大财 所以有二三十年保险业务工作经验的 永丰网络平台公司董事长陈忠良 不仅替大家找到一个赚大钱的好方法 还可以替年纪大的银法族提高百年之后的保障 永丰网络平台公司在台中市自由路四段成立服务据点 推出银法族安家宝专案已经超过三年 加入安家宝专案的会员目前已经超过三千人 2019年6月18号下午 永丰网络平台公司一口气晋升了三位业务总监 跟六位储备总监 董事长陈忠良还替他们披上彩带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向前冲 我们永丰从创立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对公益企业有所贡献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有势经营提升社会正面的价值 那我们今天我们所有晋升的这些伙伴优秀的主管 在我这样的一个号召信念之下 那他们终于突破了各种各种的瓶颈 那我们已经组成了永丰这个平台的一个快速的成长的一个祈祷了 那我非常感谢这些主管 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在力加油加油 幽默积极热情 又充满慈悲心的董事长陈忠良说 永丰网络平台其实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做公益慈善事业的胸怀 让所有永丰的会员能够天天健康快乐 人生毕业之后也会有圆满的保障 因此除了台中市之外 目前嘉义台南高雄花莲都已经成立了服务据点 可见小儿中老保险的开办 受到银法族相当大的肯定跟欢迎 也是很多人在创事业第二春的最好机会 很好我要感谢我们董事长 有成立了这个永丰平台 可以在让我们做公益的事业 让亲朋好友有助益 非常感谢他谢谢 是做善事的工作 做慈善的事业 在我们六七十岁的人想要退休的话 现在已经可以活到九十岁一百岁了 我们现在在最有智慧的年龄 在这个时代的话不要讲退休 非常谢谢公司 让我有这个机会 在永恒这边 成为一线总监 也感谢我的主员 一起来公司来一起打拼 谢谢大家 其实永丰网路平台像个大家庭 公司经常是人潮满满 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经常在这里聚会 讨讨论公司的工作项目 互相学习 互相加油打气 目前台湾很多地方都有老人互助会 但是许多都不是很实在 而永丰网路平台是根据2017年 立法院通过的金融科技跟创新实验条例 替大家规划最理想的人生 公司也经常举办生活研习会 以及各种旅游活动 大家在永丰好像一家人 感受到关怀跟温暖 轻松愉快地活在当下 享受美好幸福的快乐人生 记者陈文旭 肖友金 台中报道